大家好,我是名傳大學葉證勝老師 我遇到一位同學有個問題 程式問題是關於ARGC ARGV的問題 他問題左邊是描述說他可能希望 那個用input一個執行檔,然後-o是output,一個12345的這樣一個輸入輸出 他已經知道已知ARGV的01234分別代表0是這個數字,第一個字母 1是第二個,然後01234到4是345 他遇到一個問題說他想要把345複製過來,可是有遇到問題 那我們想幫忙解決這問題,所以有兩種解決方法 比如說第一個解決方法是我們就存個檔案,那我把那個檔案稍微放大一點點 那現在include to seio.h,基本上照著這個寫法寫他 下一個是interment暗示,這個後面要小心 他習慣寫INTARGC,豆花Cyria星星ARGV 他這個地方右邊有兩種寫法,第一種寫法是星星 第二種寫法是一個星號 後面打方括號,理論上後面這種寫法比較合理 不過我通常都直接打兩個星星,因為比較快 那接下來我教大家第一件事情是先POINTF,我們先練習印出數字給大家看 ARGC的值是多少 然後一個4圍圈,4印的 4印的I等於0,I小ARGC,I++ 我再把它每一個POINTF,我再把每一個字串 都把它印出來 在印的字串的時候,所以一開始先印有幾個數字 第二印出有幾個字串,遇到字串,後面加個跳行 為了增加 可讀性,我前面後面各加兩個等號 隔開來,加ARGV括號,把第一個變數印出來 那我們試著Compile這個程式碼並且執行,所以按這個齒輪做Compile 可是執行的時候呢 有個小技巧,不要直接執行,因為你看不到參數這樣不好 如果你直接執行看參數,那感覺很差,因為你就只看到 一個參數就是執行檔自己本身 可是如果你希望有真的執行檔 我建議就開一個 命令列提示支援 CMD Comment提示支援 到你的目錄下,比如說在桌面上我有個程式 我就到桌面上面去 然後呢 親自打A.121,控格 減O,控格12345 Challent 他就跟你講,第一個叫A.121,減O12345 所以現在他的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說他想要把第四個字母 複製起來到一個地方去使用 所以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他有四個字母 我們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IFARGC 那個大於 大於等於4,就如果有第四個字母在做 複製比較安全 我就用一個詞例 HCRCPY StringCopy 如果你要做StringCopy,要記得include一個 String.h 的這個程式 所以include HCR IG.h String.h 準備好了 然後準備 從誰複製到誰去 那 我教大家一個很好笑的秘密,我通常 Compile 遇到這種Compile問題,如果我手上沒有HELP可以看 我通常會請一個 直接執行他之後,他會跟我講抱歉 寫錯了 然後我就偷看,啊寫錯了 為什麼 他說有兩個參數 哪兩個參數 左邊 是可以改的 右邊是Compile不能改 所以我兩個參數,右邊是要複製的 左邊是不複製 意思就是說我這邊可以用 把左邊 叫做 那個backup 我要複製一個一份字串 右邊 叫做LGV的第四 第四個 如果我有四個以上參數 我要複製是第3個參數 應該是第3 01234 第四個參數 所以如果他有五個參數以上 那我就印出第四個參數 StreamCopy到backup 那字串在哪裡呢 CHARbackup 通常為了避免出錯,我會設超大 比如設200的長度 準備好之後 我再POINTF 印這個字串 印 NOW Ibackup 我備份起來 備份什麼東西起來呢 一個字串 為了知道我結束 所以我通常會加兩個等號代表字串結束 加IN 比較 不會出問題 然後再打backup 好,那備份也弄完了 那程式應該就OK啦 那我們試著執行下結果 先compile Compile完之後呢 我們在我們的小黑視窗 直接按上面這個字串 我們看到backup 345就備份起來 可是呢 現在這個陳同學他遇到的問題是說 我在Copy 只Copy到一個字串 StreamLens也是只有第1個字串 那就是 他系統有問題 正常的西語言程式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他會成功的把所有字串複製起來 所以如果你的IO韓式不支援PrintF跟ScanF 那就是代表說你的那個 Compile Share Mode是有問題的 我再舉個例子 現在顯然他遇到的問題是另外一個狀況 PIE TDR 比如說我可能連到一個Linux的機器 那我這是一台在台大的Linux的主機 那我把我的 帳號密碼登錄 台大的主機 那我一樣 編輯一個程式 比如說叫A.CPP 好,我要編輯用VI這個編輯器編輯 反正總之 我把程式碼複製上去 理論上 我用GCC 控格A.E CPP 然後敲End之後 他會出現個A.out 所以點斜線A.out 指定他 沒有參數 現在我被分达點下A.out 控格1 控格2 控格345 再記得前面加個斜線O -O 完全照了他的需求 那麼345也是可以複製起來 可是如果 你的這個SHIELD 不支援 PrintF跟ScanF 那就很有問題了 這台機器 他可能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他可能的C函式庫 有問題 所以你的那個StreamH STIO 這個基礎的C函式庫 都會出問題 那就是後面 另外的處理 那可能需要找專家 清智到電腦去試 但如果正常情況下 用StreamCopy 他可以把右邊那個支援 複製到左邊去 這是正常的狀況 那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